嗨 大家好 我是May 欢迎来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要为各位带来的是 居家进阶徒手15分钟上肢锻炼 那这组锻炼会结合我们的核心户户 先前有出过10分钟 一样是武器材的上半人训练 大获好评 那我认为这一组锻炼更加的进阶一些 如果你准备好的话 背后不多说 跟着我一起动起来啰 今天的这一组徒手上肢训练 每个动作40秒中间休息20秒 第一个动作我们会先从动态的暖身开始 先帮我来到云霞殿的底部 用手爬到一个平板的位置 右脚一胯 我们屁股向下 手肘可以慢慢的落地 接着右手上 视线可以看向手部 转回 回到平板 来我们换脚进行 手肘落地 接着左手上 看一下我们的左手 慢慢的回来 下一个动作我们一样会先从平板 支撑的平板开始 那我们的两脚呢 慢慢的走向我们的手部 屁股来到一个高点 肚子收缩 接着往后一跳 回到平板的位置 动作的要点是我们核心持续的hold住 不要让腰部塌陷哦 最后的五秒 下一个动作 下一个动作会结合 蜘蛛平板 还有平板上下的组合 那我们先从手伸的平板 那我们先从手伸的平板开始 用手靠近我们同边的手 身体可以跟着扭动 感受到侧腹的延展 接着手肘落地 来到轴撑的平板 重复蜘蛛平板的动作 加油 支撑的手可能会感觉到有点酸 最后三 二 一 下一个动作来到伏地挺身的变化型 先给我一个跪地的伏地挺身 两手延伸出去 来到我们的胸的两侧 接着将身体一直线的推起 当我们推起的时候 背部腰跟屁股是成一直线的 在推起的时候 持续地感觉到胸肌的发力 很好 来到最后的五秒 四 三 二 一 一 下一个动作会是侧平板的支撑 先给我轴身的平板 接着轮流地往侧方去做停留的动作 那停留的秒数 你可以抓大概三到五秒 再换到另外一侧 接着回到中心之后 再换到另外一侧 再换到另外一侧 停留在侧平板的时候 要注意腰部 要撑住 只要让腰部下沉 只要让腰部下沉 先做交叉的平板 接着向上踢腿 轮流地做这个动作 在做交叉平板的时候 核心可以帮我带一点扭转 接着直接向上踢 踢完之后 慢慢地放下你的腿 这个动作不求快 慢慢地做 腹肌也会蛮有感觉的 来到最后的十秒 下一个动作是 伏地挺身的变化心 如果你还没有办法做到的话 你可以做跪姿的伏地挺身 你的手 先往我们另外一侧的手的后方 稍微点一下 接着接一个伏地挺身 手开始没力了吗 你还可以做到 最后的三个 跟我一起 再两下 很好 手臂的动作还没有结束 下一个动作 钻石的伏地挺身 我们两手的距离 先帮我抓窄一些些 我们的指尖 可以稍微有一点点的转内 那我们下降的时候 只要下降到一半的距离 稍微停顿一下 接着向上推起 那要注意呢 我们手肘的角度呢 不要太过的向外开 大约回来45度脚 你会更感觉到 手臂后侧的出力哦 一样 一样如果你做不到一般的伏地挺身的话 可以做跪姿的哦 一样 走 来倒数三秒钟 二 一 相信这时候你的手臂已经快炸裂了 你已经来到今天训练的一半 跟我一起撑下去 下一个动作会是侧平板的抬臀 以及转体的动作 先ready一个侧平板的支撑 撑起你的臀 接着做一个转体的动作 过程中持续的保持 我们核心躯干是稳定的状态 最后的十秒钟了 下方支撑的时候会感觉到酸是很正常的哦 其实我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换到另外一侧来进行哦 我们倒数三秒 准备开始 最后三二一 非常的棒 接下来给我一个反向平板的支撑 我们要用手 去尽可能的触碰 对面的脚 这也是一个考验我们核心躯干稳定度的动作哦 两手在支撑的同时 我们的手臂后侧也会稀微的有感 来最后五秒钟 五四三二一 接下来我们还是维持在反向平板的支撑 那我们的两脚是延伸的 也就是几乎是伸直的状态 那我们的脚呢 轮流的抬起 靠近我们的胸 去做单边卷腹的动作 靠近胸口的时候 微微的做一个punch 最后的10秒 加油加油 三二一 先给我一个婴儿式 待会我们会进入到上犬式 拉伸我们的腹肌 在做婴儿式的时候 缓和我们的呼吸 让背部尽可能的延伸 接着来到上犬式 进入到猫牛市 我们的四足踩跪姿 将我们的背部拱起 像猫在伸懒腰一样 肚子收 吐气 可以做一个左右扭动的动作 让你的上半身跟躯干 有一个放松的感觉 接着我们来到羊躺 悬打架拍摄 我们先够给大家的试吃 在羊躺的感觉 然后把头脚拍摄 在起开 瑜伽的最后一个动作左右的下犬是 先来到下犬时让背部脊椎延伸 肚子收进去脚跟脚向地板 两脚轻松的动一动 扭动一下你的上肢 做完之后觉得上肢的肌群还有核心都有完整的被炸裂到 那如果你有完成的话 我觉得你非常的厉害 记得在下面留言打卡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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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